大家好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剛剛今早在昨天接受了一個 在診所裏面懷疑是接受了注射 之後的女子 昏迷的女子 今早就剛剛不幸地過世 這件事已經是類似的事件 已經經常在香港不斷地發生 自從2012年DR獨針事件 我們政府大張旗鼓說要規管醫學美容 但我們看到這幾年其實的進展是非常緩慢 剛剛我們才審議完一條 叫做私人醫療機構的規管條例 我們期望在這個星期 星期三就可以恢復異讀 但當條例生效之後 中間又有過渡期 究竟怎樣在這段時間 能夠規管這些大量出現的聲稱 在醫學美容中心 在一些不適當的處所 進行一些醫療行為 其實我們覺得 政府是需要在這段時間 加強監管和執法 今次我們看到 受害人去診所接受一個注射 其實這些注射 其實是不是在診所裏面 適當的急救的設備 好像今次這件事 受害人因為接受了注射而昏迷 他能否及時得到急救呢 這些是我們政府需要關注 而且其實就著這些不斷發生的一些聲稱 以美容作為一個房子 然後其實是進行一些醫療行為的 政府是必須要加強執法和規管 如果今次這件事之後 我真的很希望政府是要考慮 在執法和檢控上面 都要做多些工作 究竟我們是否應該有 根據阻嚇性的一些懲罰 或者一些阻嚇性的判決 才能夠令到行業裏面的從業員 包括醫生也好 或者一些經營者 或者投資者也好 是關注和注重市民的安全 其實我們看到類似同類型的事件 包括一些醫生為病人抽資 然後死亡 其實好像這個醫生 之前也曾經有類似的紀錄 當時他也只是說 醫委會停牌五個月 究竟類似的這些判決 或者這些懲罰 或者這些懲處 有沒有一個足夠的阻嚇力 令到業界自己也要關注 和做好自己的自身專業的工作 這個其實我們也覺得 政府其實都應該要檢討和正視 今次這件事 現在應該進行調查 我很希望政府能夠 做這個調查的時候 能夠深入一些 不單止是說 究竟今次這件事 受害人所受的療程是怎樣 更加重要的是 怎樣可以在我們的社會裏面 引起市民對於自己的安全關注 和從業員怎樣是要進行 更加能夠確守他們專業的守則 在一個要用負責任的態度 是進行這些療程的 為什麼你認為是這件事 能夠提供更強的罪 或罪犯給醫生 或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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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傷害或死亡 我們在過去看過很多個案 但我可以說 罪犯不太嚴重 有此帶來的 有效 有效能 提供沒有從事實質的 有效能 提供有效能 要有效能 有效能 強調查 而為 有效能 他提供 判的 判斷 有效能 判斷 有效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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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carry out those treatments in a very responsible way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s on such treatment whether it is medical treatment or people will use excuse as beauty treatment to cover up those medical behavior so I think a more stringent regulations on those of medical treatment is important.